古代有的妓女失去卖艺卖身的资本后 出家为你 仅仅是求的一个仪式居处 也有的妓女急于脱离妓院 从两家人 倾自己一生所及血汗前相随男子 却遭骗遭气 遂看破红尘 甘愿出家为你已度残生 稍微出名一点的妓女 也许有机会成为富贵人家的小器 而也有一部分留在妓院里 当女佣或领班 等容颜消逝 青春不再时孤独终老 妓女年老色衰之后的归宿 那时候和后来也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和民国晚期妓女悲惨的结局相比 差别更大 那时候 一般妓女的出路有这样几种 一是被人相中 熟身而从良下人 或为人妾 或为人妇 称之为姚便 所谓姚 就是姚子 妓院的俗称 不管怎样 少年顽固多情义 但得从良值外金 是当时妓女最好的出路了 前面说的那位创办润身女育所的妓女金秀卿 便是从良后和一位秦师结了婚 妓女从良后 一是将从妓多年以来 积胆在乡子里的积蓄拿出来 自己开一个店铺 过着小本买卖的生意人自己自足的生活 不过 不少妓女是照葫芦画条 自己投资开一家妓院 买几个年轻的妓女 自己当老宝 后期的赛金花走的 就是这条路 再有是根据自己的所长 或以能歌善舞的遗迹之常当驱师 或留在妓院里当房老 妓女佣或领班 或当服侍新来的年轻妓女 那跟而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问题 在八大胡同之南 也就是南恒东街上 即现在中央挖累舞团对面的位置 有一座明朝古庙 叫都城皇庙 在乾隆年间 改名为江南城皇庙 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 是和南方般进京有关联 在京城 南方妓女逐渐增多 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 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 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 从一再到闲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 江南城皇庙 在南下挖 庙外未从葬处 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 故每岁清明 中原二级 妓院多去坟止库殿 一吐死湖碑之感 因而其他游人 一屈之若无 这是京城唯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 被称为妓女的一种 附近有老人 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 据说 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底领蝶之后 魂灵才能够落叶归根 每年阴帝十月初一 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姐妹烧纸祭奠的日子 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 只会如飞蝴蝶一样弥漫 那时的江南城皇庙 因妓女而有名 她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 随着八大胡同的衰落而荒霉 终成了荒坟业底 不管怎么说 从妓女的规矩和讲究 从她们的归宿 即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 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 种种迹象可以看出 鼎盛十 七的八大胡同 妓女和妓院都还是比较安稳的 像一池活水 在不断的土姑那心之中 周而复始地运转着 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 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